屏東縣 林洛鄉前 鄉長蔡志和 她任內利用職務 收受工程廠商的賄賂 依貪污罪判刑八年定驗 本應在二月十九號發監執行 但是蔡志和二月十二號 沒有到派出所報到 檢方也具體不到 已經沒收了一百萬的保證金 並且發佈通緝 那本案本署在今年的二月二號執行 受案後 傳喚蔡信 鄉長應該在今年的二月十九號執行 但蔡信受刑人未到案 那本署假官即在二月十九號 當日發居票居體 皮農地檢署指出 今年的一月六號最高法院判決 確定當日蔡志和已經限制出境 每個月應該要向派出所報到兩次 而直到今年的一月二十二號 她都暗時報到 三月三號居票期滿居體未獲 沒收保證金一百萬 並且發佈通緝